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今天想要带大家看这一个新闻 国盟假借抗议之民 实际上他们就是在集体逃课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今天在国会有一个动议 他们就要讨论 让人民申请公寄金抵押 然后跟银行申请贷款 那这一个动议一出来呢 国盟的袁怀哨这个家伙就马上站起来 申请这个要求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出来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呢 就是我们原本明明要的是 让人民拿公寄金的钱出来用 为什么你现在让他们抵押 拿去做贷款 首相你给我交代清楚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要求 当时候呢 这个副议长也就是行动党的刘强燕呢 就驳回了这一个请求 他的理由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充足的 原因是因为议长 在早前呢就已经拒绝了这一个动议的辩论 那在这一个议会里面 议长是最大的吗 你副议长不可能驳回议长的请求 那这一个袁怀哨呢 申请拿不到这一个批准过后呢 就非常生气 就带领国盟的所有国会议员 集体全部离开这一个国会的殿堂 就是要抗议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在逃课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对这一个首相安华 在之前呢就有设立一个东西 就是每个星期二 首相都会在国会里面 等待反对党议员的这个询问 你们要来挑战首相 要来问首相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问 这一个国盟啊 在星期二的时候 尤其是反对党领袖 还有这一个国盟主席 慕尤鼎啊 天天星期二都是缺席的 只要有首相在呢 他们都是不出席国会的 首相都每个星期二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来问 你又偏偏不来问 偏偏要等到我们要 这一个辩论 或者是我们要再让这一个动议通过的时候 你才来找麻烦 这个议长不批准 你就集体离开 这个跟逃课有什么分别 而且他还逃两次 首先星期二的国会 你不出席 接下来呢 在今天的这一个动议啊 你又集体的罢工 集体的离开 人民给你钱 不是让你拿来罢工 不是让你拿来逃课 是要你为人民服务的 哪怕你是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对不对 专门挑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来搞动作 其实就是想要在马来区那边的捞取政治选票嘛 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非常的可恶 非常的让人反感 你要记得 国会议员的薪水是人民付给你的 请遵守你这一个职责 不要动不动呢 就集体离席 或者是不出席国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个分享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